好,这个缓存的东西呢,使完了,写完之后呢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,刚才我们跟大家去提到过了,这个缓存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一定要去设计有效系啊? 为什么要一定设计有效系呢?原因就在于,现在涉及到你的缓存数据跟原本数据的同步问题了。 所以现在我们再学一下,这是缓存数据的同步问题。 这个同步问题指的是什么意思呢?你去想一下,我在MySQL当中是存放的真实的数据,如果说现在已经在Reddit当中形成了一份缓存,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,但是呢,我在运营的时候,我新开通了一个程区,所以也就是说我在MySQL当中的成功的给你新添加了一条记录,新添加了一条记录之后,那你现在回回来看一下。 这个MySQL跟Reddit之间的数据是不是就不一致了?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了,也就是说我们得保证Reddit里的数据,是不是要跟你的MySQL之间是一种同步,要保持一致的关系啊? 两个数据应该得一样,这就是关于这样的同步问题了。 那这个同步问题的话,咱们怎么去解决呢? 就是说保证保持,保证MySQL与Reddit数据的一致问题。 一致相同的问题。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,那这个时候呢,通常呢,是有两种解决方案。 哪两种解决方案呢? 第一种解决方案的话,就是说,你这个MySQL保存数据的时候,是不是肯定得有人操作啊? 所以,那你在操作MySQL的时候,确定直接把Reddit弄出去,是不是去修改一下就可以了? 所以已经同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。 那这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呢,直接删掉就可以了。 这也是通常最残忍的方式,暴力测试。 你直接只要动到MySQL出去,你把Reddit的缓存一删掉就可以了。 你想一下,删掉之后,那接下来别人在访的时候,从Reddit里面是不是拿不到了? 拿不到之后,这时候又从MySQL当中拿了。 一从MySQL当中拿的话,是不是肯定是新的数据啊? 在这里的设置,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了。 就相当于在操作MySQL的时候,在操作MySQL的时候,然后呢,删除缓存数据。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。 但是你去想一下,这样解决同步的话,严重依赖于操作MySQL那个人吧? 万一那个人真的忘了? 万一那个人真的忘了去给你删除Reddit缓存数据,而你这时候,在我们的这个缓存当中,又没给他设置了有效期。 那你说这个缓存数据是不是永久有效了? 永久有效也就意味着说,所有人过来的时候呢,都从我Reddit当中能够拿到数据,然后呢,直接就拎着数据就走了。 但是这个数据呢,已经是历史数据了,不是最近的数据吧。 我们又让它设置永久有效,你在我永远都能够拿到数据。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。 如果这个地方你依赖于MySQL,它忘了的话,你这个地方就解决不了了吧。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说,你在设置缓存数据的时候呢,一定要给他设置这样的有效期,不能让它永久有效。 不能让它永久有效的意思就是说,哪怕这个人忘了在MySQL,操作MySQL的时候呢,把Reddit给你删除了,那也没有关系。 你这个数据的历史,这个数据的影响,大不了就是有效期的时间吧。 对吧,过了有效期,Reddit也会把它删除。 删除之后,你再拿数据的时候呢,又是新的数据了。 所以呢,就在于这样的地方,一定要给它设置有效期。 所以第二双方就是,然后呢,给数据,给Reddit,缓存数据,数据,设置有效期,保证过了有效期,有效期,缓存数据会被删除。 这是关于这样的,那你关于这个有效期,到底设置多长时间呢,就跟你这样的数据的一个影响性有关于了。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的影响不太大,那你可以设置缓存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。 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缓存很致命,那你就要把这个数据给你设置短一点。 你哪怕设置为十分钟,你要注意,哪怕这缓存中仅仅有十分钟,那你在这十分钟, 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,也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。 所以呢,这是跟你的有效期,有关系。